为了配合国家防灾日 花莲市立幼儿园在20号举办了地震避难疏散演练 并透过抢打等互动体验 将防灾的知识向下扎根 花莲市幼儿的老师拿起地震头套 向小朋友们解说遇到地震时应有的自保方式 三五九点二十一分一到 国家警报响起 各个迅速戴起头套躲进桌下 稳住桌脚直到警报解除 地震慢慢变巧 小朋友们跟随老师指令 一循不推不语不跑的原则 依序前往空地集合 顺利完成演练 而老师们也透过有趣的问答互动体验 加深小朋友们对于防灾的基本观念 我想九二一已经过去近二十五年的一个时间 但是花莲这几年后 也发生了两起的一个大地震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这些天灾 我们都要谨记 也都要预防 那更要教导我们所有的孩子们 遇到天灾的时候该怎么样保护自己 那在这边我也要特别谢谢飞飞园长 跟我们所有的老师在一段时间 就会进行重复的一个演练 让孩子们将我们所有地震的一个步骤 记在我们脑海里面 那未来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一个灾害 那才能保命 那才能救自己 也可能会救到自己的家人 放灾教育向下砸根 正确的治保观念从小养成 让灾害来临时成为保命的反射动作 记者许立琴华联士报导